大家好,我是达摩 前两天我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这一两天吧 就是发了一个视频 我那个视频其实没有任何想给林生斌洗白 或者说是那个辩护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个方面上可能触碰到谁的敏感神经了吧 就很多人就给我扣帽子 这个我觉得他们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 或者说压根就没有理解我那个视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我也不在这去陈述我的意思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翻我上一个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是一方面是回应一下争议吧 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 可能热度也已经差不多下去了 我觉得有必要我比较冷静的给大家陈述一下 我个人对于这个林生斌的这个事儿 发展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些个推测吧 可能从这个推测当中呢 大家也能够逐渐理解 或者说能看出来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些个基本认识 这里面啊 其实比较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 这个林生斌有没有 当年有没有参与到这个保姆纵火案当中去 我当时在上一个视频当中啊 我说他他他肯定是没有参与到这个纵火案当中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 就是缺乏证据嘛 就缺乏证据 网友现在很多啊 就是说啊 跟那推测 首先我要说的一点就是说 对于这个他是否杀人的这个事儿啊 我只相信啊 警方或者说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部门啊 他所给出的一个他所给出的一个结论啊 比如说这个案件有没有必要重审啊 我只相信警方和司法部门的啊 对于网友的这样一些推测啊 首先我要明我要我要你们要清楚就是说 网友啊 呃他没有相关的这个行真的这种专业技术能力啊 所以你给出了一个推测啊 只能是推测啊 你没有这个行政能力 你不知道这个工作怎么做 你只是自己瞎猜啊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啊 你觉得可能啊 你的这个逻辑是准确的 是对的 对吧 呃 或者说你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 但是你要明白你现在所能够获得的资料啊 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你你认为的有可能能够成为证据的那些个证据啊 他实际上你也是看网上的其他网友啊 他所提供给你的啊 或者说是嗯 这个有些个人他 他逗漏出来了一些个一临半找的那种 说白了还是啊 网络上经过处理的啊 就一些个所谓的事实啊 但是这些个事实我觉得不能够被称之为证据啊 呃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我就问有些个网友 我说你看没看过当时纵火案的卷宗啊 啊 或者说这些个纵火案子的时候 你参与没参与过这个案件的调查 对吧 你既没有参与过调查 你也没有看过卷宗啊 你凭什么就啊 根据网上的那些个啊 所谓的啊 那个那个那个事实 或者说是所谓的证据 你就进行一番逻辑推理 最后得出他参与纵火案了 这么一个结论的呢 对吧 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啊 这是一个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什么 很多人啊 说啊 他有作案的动机啊 什么动机呢 就是有两个事 一个就是那个警 你你你现在你到处去说啊 你跟法院 对吧 你跟警警警警警察啊 刑警你就说啊 因为对吧 某个大仙啊 说了这个警啊 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就这么一个意图在里面啊 所以他参与纵火案了 你觉得你这样一个逻辑 警方会采信你吗 啊 再有一个啊 还有东西 动机就是说 说有人发现 他有一个那个四岁的儿子啊 由此证实啊 他在婚前啊 婚内 不是不是婚前 他在婚内 可能就已经有一些不好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出轨的这个事了啊 所以说呢 对吧 他有动机啊 所以他杀人了 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你你你你跟警察说去 你跟法院说去 你觉得他们有可能采信吗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就说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法院也好 警察也好 只相信什么啊 就是直接证据啊 人证物证这些东西 你不能说 对吧 大仙说了 警带有镇魂的意味 所以他参与纵火案了 你也不能说 啊 那个 他婚内出轨了 所以说他这个 这个 所以他参与纵火案了 再有第二个 我想回应的 就是这个 呃 四岁儿子这个事 啊 当然了 他婚内有没有出轨 这个我 我我完全做不出任何推测来 我不知道啊 但是四岁儿这事啊 呃 我觉得大概率啊 应该是不存在的 呃 为什么呢 啊 虽然说我也没有什么实锤的证据了 啊 但是呢 我觉得咱做推测啊 咱应该做一些合乎逻辑的一些个推测 你就想这个问题啊 他说今年六月三十 是吧 七月一日 是吧 他弄出来 他有一个这个 啊 他他生了一个孩子 跟跟现任妻子 我就说 如果他有把一个孩子 活生生的孩子 满四年的能力 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孩子出生事也满下来呢 所以说 我个人觉得这四岁的孩子大概率就是不存在的 啊 再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四岁的孩子存在的话 啊 这个朱家人人也是有钱有势的家 家庭 难道就调查不出来这事吗 婚内出轨 家有一个四岁的儿子 你在这多年当中 你还在那卖弄苦情人设 还在那骗公众啊 赚钱 你觉得朱家人知道这个事以后 能把能放过他吗 可以说啊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存在 朱家人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挑出任何一个时间 打出这张牌 这林生斌就立即身败名裂 但是为什么朱家人始终没有这么做呢 就大概率这四岁的孩子这个事根本不存在 第三个啊 我想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朱家和林生斌之间 目前他们两个家的纠纷的主要矛盾点是什么 那很多人说是那1.3亿赔偿款 这东西 我觉得就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疑意了 疑意不大了 因为当时的这个办理这个赔偿 这个律师都已经出来辟谣了 说当时已经这个赔偿款已经落实了 对吧 而且分配上也已经落实了 各方都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没有什么纠纷 只不过是分配的方案和总数额不能跟公众透露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保密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赔偿不涉及赔偿款的问题 而且呢 我觉得林生斌这些年啊 挣这么多钱 据说他挣了三点多亿 单纯的一些个赔偿款 对吧 包括那个什么房子 车之类的 这些个东西 我觉得他不会 不会把它放在眼里的 双方最大的矛盾点应该在那个就是 公司啊 公司的财产的一个分配上 就是如何分割公司的财产 那个大舅哥啊 他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啊 偏偏偏在这个林生斌他公布了他这个跟现任妻子有这个孩子之后 他立刻跳出来 他的目的是什么 啊 如果说他一直对这个呃 林生斌出卖苦情人设这个事啊 不满意啊 那他他他可以找到任何一个时间点跳出来 偏偏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那为什么啊 原因就是在于这个这个分割公司财产这事 他在找一个契机啊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契机呢 然后这个在与林生斌的这个博弈当中 他能够占得先机啊 所以他找的是这个时机 对吧 我也就是意思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分割公司财产的事 可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 对吧 呃 进行了双方一直在博弈啊 一直一直在博弈 而且我个人倾向于就是这个 前院父母其实想要这个钱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或者说预意愿不是很强 主要是大舅哥想要 前院父母实际上是在给这大舅哥当枪使 是吧 这是一个啊 再有一个就是前院父母可能觉得知道他再婚的这个事了 他有点心寒 所以说呢 就是想多要点补偿啊 这也是有可能 但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大舅哥想要啊 为什么想要 他也是伤人呢 对吧 你要明白这大舅哥也是一伤人 无力不起早的事啊 想多分点钱 这不是一很正常的一个心理 当然了 这是目前双方对于这个事 他的说法不一样啊 这个很正常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罗生门啊 就是双方都可是自己有力的点去说 那把林生斌说 那把这个我不是说想让前院父母找律师跟我对付公堂 我原意就是啊 我有一律师啊 你审这公司账目 如果你们不不相信的话 那把可以让这个大舅哥再找一律师啊 去弄去去去去去去看这个公司账目啊 然后这个大舅哥就说 说不是这么回事 是那个啊 他就是让这个我爹妈找律师 然后一块对付公堂 分这个公司财产 那反正双方都是可自己有力的这个角度去说 对吧 就是一罗生门 那作为外人 咱们肯定是不能百分之百的知道真相是什么 反正就是大舅哥 他挑选的这个时间点 实际上就意味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 他就是想在这个博弈的问题上占得先机 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之前的卖弄苦行人设这些个事啊 其实大舅哥并不是特别的在意啊 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否则为什么他早不出来反对啊 偏偏就是在这个6月30日7月1日这个节点后嘛 然后他站出来义正词严的去说去反对 说白了 就是说啥都好说啊 啥都好说 只要一涉及钱 对吧 大家就都不淡定了 这个呢 就是我个人啊 对于这个林生斌的这个事啊 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啊 我的一个推测啊 我的一些个基本的推测啊 反正听话听味啊 大家也能够 我觉得也能够从这我的话中听出我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基本的看法 或者说一个基本的倾向吧 嗯 林生斌这个事啊 后面如何发展啊 我反正我也 我就不再做评论了哈 这是我最后一期啊 关于林生斌的这个视频了啊 这个后面呢 我咱们可能会聊点别的啊 反正今天这个视频啊 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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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